作词 李宗盛 104页 超数第三行 慧中山 慧中山 应需辨别 智慧也有三种 时必云 慧以灵 见 不昧为意 灵就是灵明 见就是见察 对一切相清楚照了 叫做灵见 不昧为意 智慧是以灵明 见察 对一切相清楚照了 不昧为意 一 人空会 人空就是我空 我只把它空掉 为了四大五音 非我 非我这个我去主宰 自在 四大五音所构成的这个色身 没有主宰 因为它是无常 也不自在 也不自在 也就是这四大五音中 我 就像什么 就像龟毛兔角一样的 毫不存在 我们讲我 这个人 一生一世 给我们最大的痛苦的 就是智座有一个我 智座有一个假象 在我们用智慧来分析它 透视它 那 这种智座是很悲哀的 能聊五音假明 无有主宰 是无之无 这个无 根本没有一个我 就像龟毛 龟无毛 无龟本身没有毛 兔本身没有脚 这个无 为什么 这个我只是一个假象 严重的错解 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我 可是我们的生活却习惯 一直喊我 第二 法空会 为了五音等诸法 五音等诸法 原假非实 原起的假象 并不是实在的 就像镜像水月 就像镜中像水中月 能够了五音诸法 原假不实 这个不实 这个不实 就像镜中的像 水中月的不实 前面 这个龟毛 兔角 之五 乃是没有体的这个五 没有体的空 那么现在是镜像水月的五 是没有实在的空 没有实在的五 二无之言 虽然一样 二体之义里 是大不相同 是大不相同 前面呢 用龟毛兔角 后面呢 法 这五法就是色受想行事 也空 人空会 直接了当 就是对四大五音所假 假合的一个聚合体 认为有个我 现在把它破除了 就没有这样的观念了 处处能够随缘了 可是还执着这个色受想行事 是存在的呀 二 法 就是色法 受想行事 这些等五音诸法 也 不是实在的 也是由心映现出来的 第三 空空会 就是 连空都要放下 不能执着这 以我 关照万法皆空 结果你能够 关照的那个空性 的执着 还不放下 那么 就没有空空会了 所以 放下那个空的智慧 叫做空空会 为了净至俱空 净至俱空就是 能所双鸣 是空 一空 是能空 知智 一空 叫做是空 一空 加几个字 是 底下加能 是能空 能空 底下加两个字 知智 的智慧 是能空的智慧 也空 叫做 是空 一空 是能空的智慧 也空 是能空的智慧 也空 前面的人法 二境 了达一切皆空 所空的智慧 虽然空 而不无能空 之智慧 那么不无就是有了 有这个能空的智慧 现在连能空的智慧 也空 明智慧 俱空 是故名为空空会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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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不相同 分别跟执着 这个智慧 有两种很强的力量 一个是分别心 一个是执着的心 所以这智慧是一切痛苦的根本 看法要扭曲掉了 就完蛋了 所以啊 什么叫做修行 注意 修正错误的知见 叫做修行 不是一直拼死命的拜佛 拼死命的念佛 而里面有错误的知见 不是的 我们修正了错误的知见以后 就不修 自然就修行 我们每天认为有我之 每天在称恨 而且无聊 这根本就无我 称惠 不如吃杯 占便宜 不如吃亏 对不对 受到尾期 我们也觉得很接很能接受 只要你知见了修正以后啊 你心就安住在这个本性里面 就无所执着 就无所执着了 所以你每天修正错误的知见 就是在修行 就是在修行 当你很贪婪 当你很贪婪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就奔造 你今天谁追求的 根本就是如镜中相 水中叶 根本就不失在的 剑中三 就是错误的知见 有三 应当应许是 就是应当辨别 是就是辨别 十必云 见则增长长飞自是唯一 增长一个顿点 长飞一个顿点 自是一个顿点 什么叫增长 什么叫增计呢 什么叫增计 增计这个计 就是嫉妒 计算的计 不是嫉妒心啊 不是那个我嫉妒你你嫉妒 不是那个意思啊 计就是这个计 计度 度量的度 就是衡量人家 就是简单讲就是说 哦 敢过去看看 我量你也不敢 衡量衡量看看 我蹭蹭蹭看你有多重 嫉妒 衡量的意思 然后或者是思虑 增加我们的思虑 起种种的分别 简单讲 增计就是增加分别 这个剑子只有增加分别 我们现在讲的叫做先入为主 就完了 先入为主 一个人啊 他进来写佛 刚要进来如果先受到众生的破坏 毁棒 听到人家毁棒三宝 他那个烙印已经烙下去的时候啊 他对这个法师已经成见了 你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的 你讲什么 他就会认为你自言其说 你讲布施 他就会心中就讲 你有布施吗 对不对 你这样修行 你有修行吗 他什么都给你打问号 他一进来讲 他如果一下子 人家跟他打毒针了 这个沉浸重 就停了 停顿了 停摆 没信心呢 没信心呢 这很可怕的 所以一个人生生世世的福报很重要 一进来 要听到赞叹 他绝对啊 坚持到底 听经文法 他有善根有福德嘛 一进来 人家打毒针 毁棒 完了 停了 这个啊 很可怕的啊 所以啊 我们呢 真迹就真家分别薰 掌飞 这个飞啊 把笔拿起来 飞就是邪见 是飞 真掌是飞 你见不同 那就恶之见啊 要不然就是认为 一字以为是啊 自是他飞啊 掌飞 哎 就这样子的 每一个人的看法 我们协佛不可以这样子 协佛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的八大宗派都很伟大 包括小圣的 都很伟大 我们内心里面 一定要这样的心理准备 都是佛说的 就算小圣 看不及到这乃是佛定 我们也了解 祖师大德这么有大的成就 大圣非佛说 你开玩笑吗 是不是 我们拿祖师大德 自古以来那个密宗的 禅宗的 大成就者 这哪里是小圣 哦 所能够跟得上的啊 六祖那里是小圣 怎么能够比啊 相提并论啊 六祖坦经你看看 是不是 所以我们呢 心安定 这掌灰 因为这个支箭 看法不一样 斜箭就跑出来 至世就是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这个很可怕的 整个世间为什么会大乱 就是看法不同 就是这个箭 所以我们的五祖里面呢 五祖里面 截着 截着是中和 箭着 对不对 这个箭着 这个箭不一样 支箭不一样的世界啊 构成混乱的 为什么 箭不同 看法不同 就是这样 看法不同 所以我告诉诸位 什么叫做修行 对于看法不同的这个世间 你要用平常心来对待 你认为这个很正常 在这个五祖二世啊 什么叫五祖四 因为看法不同 所以能够容纳异己的存在 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 一百零六月 一百零六月 放下就对了 还是学佛的人比较幸运 他学佛的人比较幸运 一 空见 空见 就是空的错误的之间 对空啊 放不下 为见空而见非空 这个要不加几个字啊 你是完全看不懂的 啊 为 加一个字 所见空 啊 所见的四大 所见的五音 空 而能见非空 能见到四大 能观四大 五音那个 且 非空 就是放不下 那个空性 认为 啊 认为 我能够观空 是不是啊 结果那个观空的字 还放不下 所以说 为所见空 而能见 且非空 就是 不空了 这就是空 啊 所见的四大 五音可以看到空 可是能见的那个 啊 却放不下 不空了 所以 所以 见空者啊 这个是打错了 啊 见空就颠倒过来 空见者 啊 这个四地颠倒的 空见者 是未能了达 人法皆空 是未能了达人法皆空 人空 肥切法也空 都知道 所见到的这个四大 乃至天地万物 都是缘起 都是信空 所见者 虽然空 啊 能见者 不空 这个就是于真理起见 在空性里面又起这个 这个自信见 以为我能见空 所以变成非空 所以所见者是虽然空 所见的境界虽然空 而能见的智慧 却不空 就是纳恨的执着 却放不下 而成空见 那就是没有空空的会 无空空之智慧 因为那个空放不下 本来我讲空放得下 叫做空空会 现在有空见 就是没有空空的智慧 对空性放不下 你今天讲对空空的智慧 空空会不了解 二 就是不空见 不空见的错误之见 是什么呢 为所见不空 所见不空 就是这些方便善巧的权子 是存在的 存在的 而见非不空 而见就是 而执着 这个见就是一种执着 而这个执着的执着呢 非不空 这不空啊 就是上面两个字啊 不空 不空间把它画挂幅 左上角 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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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下角 挂幅 那个非就是放不下 那 这整体的意思就是 为所见这个全智的不空啊 怎么样 所见这个不空 能够存在 全巧方便 可是 对于 这个见就是 对于啊 这个不空 还执着 非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 那个不空的 全巧的智慧 放不下 简单讲就是 对不空 产生见 产生见 就是对人法 有所见 意思是于俗地起见 前面 空见 就是于真地起见 不空 就是于俗地起见 因为 这个都是对境界讲的 对境界讲的 不空见者 为能了达所空 所空就是人 法 所见 不空 所了达 所达 了达 所空 不空 我们能够了达 人 法 不空 人不空 法不空 因为不可以否定嘛 那么我们能够透视这一层 有三巧方便 可是呢 所见者 非不空 我们所见到的俗地 虽然存在千差万别 怎么样 而能见 非不空 而能够见的 却 非不空 非不空就是 我们这个 不空 画一个引号 非不空就是 还是执着这个见 执着一个不空的见 所以 能见 非不空 把那个非字 拿到前面 当作执着 还执着的能见 能够见 还执着一个能见 却是不空 却是不空 就是这个意思 执着一个能见 不空 所以成为不空见 不空之见 所以说 所见不空 而见 非不空 而这个见 无法放下 这不空的见 无法放下 三呢 就是性空 性空的错误之见 为所见的自性 就是所见的三地 所见的外在的境界 真地 俗地 中地 这三地 所见的这个真地 俗地 中地呢 自性就是空 空 而见非性 而但是呢 还没有见到真正的性空 就是放不下性空之见 放不下真地的空 放不下俗地的空 放不下中地的空 放不下 执着 见三地的自性 却放不下 三地的性空之见 就是这样的意思 性空见者 为能了所见自性 加一个所字 能够了所见的自性 所见虽性呢 性就是安住在那个角度 而能见者却是非性 能见的智慧呢 却无法放得下 却成见 成一种执着 所以 成见 怎么样 非性 成为能见 却是非性空 这成见非性 变成一种性空的自见 无法放下 第一 以真地而起见 以空性 执着一个空性 第二 以输地 执着一个输地 第三 以中道 执着一个中道 这个就是一致的自性见 以为有一个我在空 我在属 我在中 这个就是见 中论官燃 可燃品 第十 中论的官燃 燃就是燃料的燃 官燃可燃品 第十 若法应代成 这个为 化叉 化叉 是因为的因 若法应代成 是法还成代 如果这个法是因为对待 能所的意思 代成就是 因代成就是 因为能所才能成立 那么是法还成代 只要是能所的法存在 这个能所的法是永远成为对待的 再讲一遍 若法应代成 是法还成代 如果一切法是因为对待能所而成立的 那么这个法是永远成为能所不断的对待存在的 以及为能能所能忘能所 所以绝对待故 绝对待故 虽见三地而反直成见 意思就是 这一段就是 那么已经见了三地但直至成见 意思就是 应无所住啦 连那个空性也应当无所住啦 偏中山 应兮捡 偏就是偏思 不圆满的意思 不圆满的里面有三种角度 应当应兮捡 捡的底下加一个别字 那就更清楚了 这个有 总共分做五 两大段 两大段 偏中山 隐习卷别 一百零七页 始终所捡 所分别的三德 三德法生德 剥热德 谢多德 乃是修禅即吃井的功夫 吃井就是重要 圆是指用力而不放松 非常仔细 此处是指要紧重要的意思 是修禅极重要的功夫 如果你悟到 具足这个三德 那么所修的一切皆圆满 迷了这三德呢 这所修一切皆偏 偏就是不圆满 不圆满 德是因 德是因 后面三种恩是果 三德是因 三恩是果 后面会有讲 所以翻开一百一十三 至因中三德 中间 至因中三德 法生德 剥热德 谢多德 换句话说 这三德是指印 非果上的三德 如果是果上三德呢 你翻过来 翻过来 一百一十四页 法生有断德 第二行 中间那一行 至受用生 有至德 最后一行 他化二生 有大恩德 断德 至德恩德 这是果上的德 法生 剥热泄脱 这是因上的德 哎 这个两个德不一样 好吧 了解一下 翻回来 一百零七页 一百零七页 迷此之所修一切皆偏 偏就是不圆满 若一大不止观 就是磨合止观 如果依照磨合止观 所简别的 先救小圣 后救大圣 来分别这个三德 纵横 所包括的 那是很广的 所论也是很广博的 救助于此 以前的注解 在这个地方 也是救小圣 大圣来分别偏 或者圆满 然皆不当修门 不当就不契合 不合以修行的法门 枉之大直 就是不知 根本就不知道 大直 其大直者 大直者 正在能观 所观 之能所契合 能观所观 的能所契合 远离 远程离构以明 这个三德 法生 盖所观的三地 名为法生 能观的三观 名为般若 能所契合 兵为解脱 那么就是 极重 横 不重横 重 就是有层次的 横就是直接了当的 那么横 简单讲就是 极了 我们极心极波这个极 极心极波这个极 那重的话 接近我们所讲的 不理 那有所赤地了 但是不理了 一个是纵横 纵面 一个是横面的 那么纵横 不纵横 都是就这个来说明的 我们先看 篇一 篇中有三 我们先看第一个是篇的 一 有法生德 却没有剥热 跟解脱德 只有一个德 少了两个 少了两个 所以 遇明三德的有无者 需要就 纵横两说 以明之 再来 在旁边标号 A 大A 大A A出 就进 就进来讲是指三地 就进进来论呢 所观的中地 是属于法生 不高不低 平等 那么真地 一看到真 就晓得是空性 空性就是剥热的思想 真地 当然就是属于剥热德 熟地 就是存在 存在 处处千差万别 看到千差万别 都能够解脱 那么当然是属于卸脱德 所以熟地 是属于卸脱德 底下编号B 大B 就观论三者 就观照的角度来说 中观是属于法生的 空观是属于剥热的 假观是属于卸脱的 这个简单 在底下编号C 就能所契合来论 三地三观 三观是能吗 三地是所吗 那契合来论 性静 捏盘是属于法生的 本性具足清静的捏盘 这是属于法生的 圆满清静的捏盘 是属于剥热的 所以你要想清静圆满 你必须修剥热的智慧 那么你要解脱 必须有方便 有方便法 方便静 这捏盘是属于卸脱的 这是属于卸脱的 那么现在言有法生的 却没有剥热跟卸脱的 底下旧素论 编号小A 小A 编号小A 旧素的来了 素的 素的就是直线的 就是有次第的 有次第的 只有本具三地的法生 不能够前性 以起三种剥热 三种剥热 就是文字剥热 观照剥热 实相剥热 知道三地的真地 淑地中地 知道有法生 可是呢 没有办法用这个本性 来起这个文字的观照 文字的剥热 观照剥热 或者是实相的剥热 来修行 没有办法 哪里怎么能够 何有能所契合的三种解脱 无垒之正呢 不可能 所以有法生的 没有剥热解脱 就是这个道理 底下 一横的来论 编号V小V 就横来论 来论的话 一见之 有但中之地 不及两边 不及就是 不会啊 贿赂 贿赂这个真地跟俗地 两边就是真地跟俗地 一观 但修中观 不能啊 即空观 而且即假观 修这个中观 同时跟空观 假观相应 有中道法生 而没有剥热跟谢多 又怎么 污能就是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三地三观 净至契合 以得果上三解脱呢 果上三解脱 就是刚刚所讲的 性静捏盘 圆静捏盘 方便静捏盘 这是一讲过了 性静捏盘 圆静捏盘 方便静捏盘 这是果上的三种解脱 圆正 那么当然不能圆修 就不能圆正 师之为我自己以为啊 始终横树啊 这是尤西大师啊 自己的看法 横的 即一一至三 横的来讲 一 那么就是三 讲一 就是三 树的来讲 那么就是赤地的三 落入赤地的三 有横曰 三法 树曰 静观能锁 第二 第二呢 有波润 却没有解脱跟法身的 只有树的来论 有空观的波润 来造这个真理 了一切静都是空 叫做真理 而不能造中道法身 又怎么能够静观 契合 以正性静解脱灾 没办法 不能用中道法身 不见法身 就无名不能破 所以有空观 不能破无名 还是没有办法解脱 就横的来论 有三观之修 则不能造策三地之境 有空观 假观 中观 来修行 但是却没有办法造破 真理 俗地 跟中地之境界 又怎么能够契合法身 而得到解脱灾 所以呢 有波润 没有解脱的法身 没有解脱的法身的 也没有用 第三呢 有泄脱的 却没有法身的跟波润的 也不能解脱 就树的来论 有世间等禅定的解脱 而不能造这个中道法身 来修这个波润 又怎么能够 静观契合 已成数世间的解脱呢 你怎么修 都是世间的禅定啊 就横的来论 偏教三圣 有果上泄脱啊 那么偏教就是 不圆满的教 有三圣 小圣 中圣 大圣 有果上的解脱 而不小的圆顿 静置 言顿就是上上圣 最上圣 最上圣的言顿静置 不知道 所以啊 那么 这个 偏教的三圣 是没有真波润跟法身的 故无真波润 亦法身 所以这个偏教的三圣啊 上面讲的偏教三圣 有果上的解脱 就是断个小圣的可以 成商货也可以 可是根本无名 没有办法 而不知道圆顿的静 所以啊 那无上的啊 这个最上圣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真波润以法身 有一无二 所以不圆满 不圆满 故非性 把笔拿起来啊 非性就是无三得妙性 无三得妙性 是这个意思 而没有法身的 波润的解脱的 这妙性 不可思议的自性 清净自性 没有 所以非性就是 没有三得的妙性 或重或狠 有一无二 都不能弃三得妙性也 一百零九页 一百零九页 又偏中三 应虚减 那么底下 是有两个得 且缺少了一个得 缺德 有两个得 缺少一个得 也不行 前面有一 且缺二 现在有二 且缺一 都不成圆满之教 所以需要简别 一 有法身波润的 没有解脱的 法身得也有 波润的也有 却没有解脱的 就素的来论 能从法身之性 起波润之修 能从法师 法身之性 就是起平等的法性 来用这个波润来修行 所以啊 有二也 有二也 有二 有二 应该是离构解脱了 但是呢 其如媚儿不明 其如 但是如就是一样 还是一样媚 也昏昏迷迷糊糊的 还是不明了 所以也没有解脱的 虽然呢 用了法身跟波润 可是啊 还是迷迷糊糊的 没有解脱的 那么旧行的来论 能以空中 空性当中 造真造中的 然 但复修 复修就是两种了 复修是两种 两种就是法身跟波润 能够用空性当中 来造真的 来造中的 可是呢 然但复修 只能够两种 复修就是双重了 法身跟波润而已了 不能聚修 聚修就是三种 同时聚修 也没有办法聚修三个 没有办法 所以就缺熟地 假罐 解脱也 缺了熟地 缺了假罐 所以啊 没有办法解脱 缺了熟地 缺了假罐 所以没有办法解脱 二 有波润的 却多的 却没有法身的 那 就复的来论 能够以波润 以波润 空 智 就是空观的智慧 照见五音皆空 度见识的苦恶 而不能测 照测中道 就是不能破除无死无名 你没有办法破除无死无名 就不能见中道法身 所以就没有法身的 是不是 就是啊 那么就合得来论呢 能够以空罐跟假罐 两个罐 官造真 官属 但能复修 也只能两个啊 也不能具足 修原罐 三地啊 没办法 所以没有法身的 这个文字很简单 一百一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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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卸脱法身 却没有般若 啊 就素得来论 或者有素饼 素士的这个天之啊 素士的天之 就是素饼 成观法身妙境 自然遗尘无垒 礼义染灼心 我们能够观到这个法身无相 当然对这个 无凡所有相 都不会变成我们的煎熬 所以离开种种的染灼心 然而此事无剥热的真修 所以有两个 没有一个 那么旧衡的来论 能够以甲中二字 那么甲冠跟中冠 照这个俗地跟中地 二地的复修 而没有三冠 少一冠 所以啊 没有三冠 三地原造之巨竹修 也切一 底下有二无一 故不远啊 不远 故非信 问也 这原结经 二十五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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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父、巨竹 我们也看 我们也讲过原结经了 有二十五种 四母他三母禅罗 那么总共有二十五种情形 无论是单 无论是父 两种以上 无论是巨竹 都是属于原修 那么现在以父修 两种修行 本来是三种啊 现在只要有两种叫做父修 那判归于偏和也 为什么判别不圆满呢 这是为什么呢 在原结经 认为单修 父修 巨竹修 父就是二了 一种 法身波罗谢多 只要一种叫做单 父就是法身波罗谢多 两种叫做父 巨竹就是三个 同时叫做三 单 父巨竹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那么在原结经讲 这是 这是 都是原修哦 可是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判会偏呢 达原 原结为色基 故皆属原 原结经是为了色受众生不同的根基 所以都是属于原教的 原满之教 始终是为了显原 为了显出圆满的 所以要全部具足 显示圆满的妙性 圆满的妙性是缺一不可 原结经是为了色受众生 所以不同 所以不同 所以 原结经是为了色基 就是色受众生 因为为了色受众生的根基不同 所以 他无论是单 父 具足 通通就是属于原修 现在是为了显圆满的妙性 最极的圆满妙性 圆满妙性 是不可以缺一个的 所以要判为属于偏 又圆绝是物缘 意思就是圆满的根性 那么就圆物 就圆修 就圆证 意思就是圆绝是物缘 圆绝的人 就物圆绝的法 所以说 圆人说法无法不缘 圆人听法也无法不缘 这修 修丹皆属于圆 其中 律为物者 值之为圆 现在 这里面所考虑的 所顾虑到的 是因为没有开悟的 又执着自己认为 所见到的 是最圆满的 是最圆满的 所以 判属于偏 判别是属于偏的 那是不圆满的 不圆满的 第一百一十页 圆满的妙性当中 三德 应该需要具足 具足 十碧云 云和三德呢 是哪三德 云和德 德 就是云和称为德 三德是什么 又为什么称为德 法身 波热 格 云和德 云和德 受 לו侰 ot 欺 değil 和德 云和德 沈泡 正德 云和德 vier 具足的这个世德 常乐我尽 常啊 那是指如来法生啊 它的体性常住 永远不变不迁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永远不变不迁 并不是有一种 不变不迁的东西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在无常的当下 空性本质具足 是这样子叫做永远不变不迁 乐呢 是如来法生永离重苦 永离重苦 安住在捏盘疾灭的大乐 我们今天的乐啊 是对苦来说的 苦跟乐是对立的 乐还是苦 离不开无常的支配 所以我们不是真的 那么这个我啊 且如来法生 自在外 为远离有我 跟无我 两种虚妄执着的一种大我 大我 这个叫做我 释迦摩尼佛讲的我 跟凡夫讲的我 是大不相同的 释迦摩尼佛讲的我 是绝对的我 是一颗智慧的心 的我 而我们讲的我 是执着世大 乃至于破除我之小圣的 大圣的讲一个无我 那种观念的我 大不相同 第四呢 就是净如来法生的离构 无染 没有染物 湛然清净 这个常乐我净 是为德 一百一十一页 一 法生不吃 即 般若 法生是无相的 要是法生不依吃 那就是有智慧了 那当然就是般若了 意思就是法生 不离般若 要是般若的智慧 不执着 般若无所着 那么 就是解脱了 换句话说 般若 就是解脱 那么解脱 极灭 这个极灭 就是见到空性 极灭是对真 真与道相为 这个真来说的 真就是对立 真以道相为 那么极灭 也以道相应 所以这个极灭的意思 就是无真 内心 正入到 绝对的空性 与世无真 同时不以 内在的烦恼真 不以世界的任何象征 换句话说 极灭就是见体 极灭就是指法生的意思 解脱的当下 极灭就是法生 就是法生 换句话说 法生不吃 就是剥热的 剥热不执着 就是解解脱的 解脱 极灭就是法生的 这三个 是循环的 是一体三面的 角度的 法生不吃者 天台中 名 李吉佛 李吉佛 又做李佛 或者是树法生 吃树的树 树法生 所谓李吉 就是一切众生 都具有 忠道 福性 为李 此李俱之位 跟正德究竟的 佛果 是相极不二的 意思就是 众生就是佛 这是本体 大家通通 具足的 视为吉 李吉佛 只有具足法生的 李体 那大家 像我们现在 都是未来佛 这个李 充斥着 每一个人的身上 可是呢 我们并没有具足 功德的庄严 因为我们没有修行 没有修行 所以说 李吉佛 是李体 大家通通 具足的 李吉佛 这法生 那么李吉佛的法生 那么 此 是原智 在这里讲的 法生不知呢 是指 原就是圆满 智 就是智慧 圆满的智慧 这个得能 得能 圆满 圆满 智慧 得能 圆 决 就是圆满的决心 圆满的决心 路来 所证的理性 具足万得 圆满 周片 圆 觉 或者是圆智 诸法 哦 这个 法生不知 这个就是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决心 诸法 偏一切处 无不明明 了一切处 通通是清净法生 不生不灭 该 寒生 本有清净法生 清净法生 就是福性 当体如此照明 照就是会照 明就是明朗 智慧的照 然后心性的明朗 则不吃 不吃 不吃 我们呢 要没有听到佛法 我们也会很愚痴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是没有听到佛法 那在这里怎么会听进 那外面那些老年啊 唱歌 曲又哭哭哭都会说的 反正跳舞 我们就会比较哭哭哭 所以他们的心境 我们可以谅解啊 也可以原谅的 可以原谅的 是不是 这个 我们没有学会 我们也会跑过去看啊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去看 穿得越少越好啊 现在我们呢 有觉悟了 这个 这是生命的东西 我们很清楚 也很了解了 他学会就有这个好处 骗不了我们了 这个骗不过我们了 你从七点唱 唱到十二点 你还是要下来啊 所以我们很灵敏他 也很同情他 了解这个快乐 根本就是假象的东西 是不是啊 他们很难过 他们很快乐 我们替他很难过啊 是不是 可是没办法啊 众生以苦为乐啊 以吃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也不必 有什么过爱 我们一样讲我们的课程 我们很灵敏 也很同情他 他们的心 我们可以体谅的 是不是 没有学佛 他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耗掉他的一生 从不觉悟的 没有碰到三知识 你怎么觉悟呢 所以啊 不吃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么不吃 故 就是般若 不吃就是般若 那么既然称为般若 般若 哪里有染灼呢 有智慧的人 他才不会被染灼呢 进来也不去 进去不留 这是中的功夫了 你缘起 他不会去取舍的 是不是 好的境界不只走 坏的境界不会舍 拼命地逃跑 众生就是逃避境界 希望找到快乐 那不可能的事情 内战的烦恼 要不处理的话 不关空 没有气入空性 跑到哪里都是烦恼的 拥有一个好的环境 不如拥有一个好的心境 是不是 所以波瑞 哪里有什么染污呢 所以波瑞无佐 就是解脱 那么因为他解脱 所以能够急 五注烦恼 急就是止息了 停止了 熄灭这个五注烦恼 五注烦恼又称五注地祸 五注地祸 建一处铸地 建一处铸地 就是三界的建祸 三界的建祸 那么失货分成三个 建祸就是一个 就是一处了 入剑到位的时候 同时断掉 也就是伸剑边剑 戒起剑 戒起剑 斜剑等三界的建祸 在入剑到位的时候 一并断除 所以建祸一次解剑 失货就比较难 失货就维系着烦恼 吸气 这个不容易断的 所以要遇爱铸地 欲界的失货 涩爱铸地 涩界的失货 有爱铸地 无涩界的失货 欲界的失货 就是五一六成 就是涩身相外处罚 就会引起我们的 贪嗔痴慢疑 这个不好断 我们能够了解 这个涩身是世大 五阴所构成的 可是我们内在的 贪 贪婪 称慧 于是的烦恼 他还是在 还是在的 所以欲界的失货 不好断 色界也是一样 他舍离了这个 外在的五一六成 可是呢 执着有一个我制 失货没有我制 执着一个我制 但是烦恼 有爱铸地也是一样 有爱铸地 离开了色界的贪婪 那么还是一样 无色界也有威系的烦恼 失货 所以 失货分成欲界色界 无色界 变成三界的失货 所以这个 贱货 是同时除掉 欲界色界无色界 那么失货 是分成欲界的失货 色界的失货 无色界的失货 那么最后一个 就无名铸地 无名铸地就是 三界的一切无名 无名就是吃暗的心 一个人一吃 那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 他所做 他都认为他自己是对的 他什么叫无名 自己不知道 自己有多无名 叫做无名 是不是 所以这个 无助烦恼 灭了两种生死 灭了这个变异生死 或者分段生死 以及全体这个极灭 全体就是空性的 所以就叫做法身 论与一及三 以法身 必具剥热 得 跟泄脱的 解脱的 只需要立两句 不必更至于三 立两句就是 一 法身不吃 即剥热 这是第一句 剥热无早 即泄脱 这是第二句 这个三得都讲到了 所以说只需要立两句 按照道理来讲 就不必要讲第三句 第三句就是 泄脱 即灭 就是法身 那么为什么 附影 底下说 附影 泄脱 即灭 即法身者 为什么还讲这句话呢 底下就是解释了 为了显 三得 即圆 就像循环 之无端 循环就是法身 转过来就 波热 波热转过来 就是泄脱 泄脱转过来 就是法身 法身 就像一个轮子一样 我们写这个 获叶苦 获叶苦 这是一个 一个轮子 这样转来转去 法身 对不对 我们如果画一个键号 画圆弧的键号 再来就安排个波热 波热画一个圆弧的键号 往左边 解脱 解脱再画一个圆弧的键号 回过头来 接到法身 就法身 波热 卸脱 法身 波热 卸脱 就是这样画圆弦 绕着转 法身不吃 就波热 波热无脚 就解脱 解脱了 击灭 就是法身 就是法身 所以说 举一 就是善 你举一个 就包括其他两个 所以举一 就是善 以法身 必具 波热 解脱 所以只需立两句 不必更至于善 复营 解脱 击灭 就法身 所以为了显 三德的吉言 如循环 这无端 无端就是没有开始 故作如此 说耳 就是说明 又若作两句 两句就是 法身不吃 即波热 波热无脚 即解脱 若作二句 则耳德有解释 就是波热德 跟谢多德 有解释 法身德 没有解释 为了显 这个法身 是极灭意 所以需要 第三句 第三句 第三句就是 谢多 极灭 极法身 二 波热无脚 极解脱 我们有波热的智慧 他一不知 他当下就是解脱 可解脱 汇入空性 就是法身 所以说解脱 极灭 就是法身 法身不吃 即波热 又恢复到 圆圈的转轴 一样的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所以这个 义士 同学 这个义里的解释 义就是义里 士就是解释 义里的解释 跟前面 是一样的 但三法中 就是三德之法 每以一法为头 一法就是一德之法 无论是法身 波热或是解脱 为一个开头 各个相互聚足 另外两个德 各个互聚 举一德之法 就相互聚足另外两个德 第三 解脱极灭 就是法身 法身不吃 就是波热 波热无爪 波热不执着 就是解脱 一百一十二页 如文同前 举一 举三 举一个 就举足了三个 说三呢 体积 就是体 就是体性 就是一个 体性就是一个 三德举一 举三 三德举一个 就举足了三个 说到三呢 举一者 就是体性 就是一个 三德举一 就举足三 说到三呢 是体性 就是一 所谓 直法身 非法身 以法身 必具 波热 解脱 那个直字 就是单单 只有 仅有 我们所说的 单单 直法身 并不能 只有一个 法身 你说到法身 必须要 具足 波热 跟解脱 所以直 就是单单 言法身 直法身 就是单单 言法身 它绝对 不是只有法身 而是以法身 同时一定要具足 波热 跟解脱 直波热 单单 说到波热 绝对 不是只有波热 就是非波热 直波热 非波热 就是单单言波热 绝非 只有波热 以波热的心 一定是具足 法身 跟解脱 直解脱 非解脱 以解脱 必具法身 跟波热 就像摩尼珠 摩尼珠 摩尼珠 即体源 这是第一个 它的形体 是很圆嫩的 滋嫩的嫩 就是很圆满 好像有水一样的 亮度的 即体源 即盈彻 盈就是精盈 彻就是明彻 形体是圆嫩 又是精盈 明彻 这是第二种 第三个是 集 聚宝 聚宝就是 这个就是 稀有难得的宝 聚宝就是 珍贵的宝 具足一切 宝贵的 难得的宝 就叫聚宝 就是 这个条件都具足了 但就是摩尼珠 一个 体源 盈彻 聚宝 这三种 同时 聚宝 所以说 虽然是一珠 而有三亿 虽然有三亿 但是它是一个 一珠 它是一珠 然 有性中的 三德 就是本性中的三德 本性中的三德 那就是 法身 般若 解脱 誓言 法身 属于一性 法身 属于一性 般若 解脱 属于两修 一个性 两个修 虽然是法身 一个性 在全性 而起 般若 解脱 两修 所以 讲到法身 它不是 只有法身 与法身 同时 必须具足 般若跟解脱 虽然是般若 解脱 两种修 但是它不离开 本性 所以全修 在法身 一性 全修 即性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单单 般若 绝对 不是只有一个般若 一般若 必须具足法身 跟解脱的 单单 讲解脱 也不是只有解脱 在解脱当中 也必须具足法身 跟般若 此就 性中论三 这个是 站在同一个体性 来论这三德 法身 般若 解脱的 由 修中 之三德 修中 就是一心三贯 或者是一进三地 在因来说 叫做贯 在果来说 叫做地 一心三贯 这是因的角度来说的 比如说你空贯 空贯 你修到最后 见真地 甲贯 修到最后 见熟地 中贯 这是因 修到最后 见中地 所以 有修中之三德 修中之三德 这是空贯 假贯 中贯 虽然是三修 乃前性中三德 以起修中的三贯 就是前性起修 一动念 全部都是本性的展现 所以前性中三德 一起修 中三贯 前修中三贯 而在性中是三德 为其全是三德 所以三贯 虽然是在于修 也可论乎修性 修性就是前修 再也性 就是修中之性 修中之性 性提不可修 方便说修 所以盖全法 是又对